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讲这样区别就等于我讲死 跟死早的死跟死去的死都分不清楚 在我听来都一样 在我听来都是死 死掉 死早 拉死 所以咖啡就是我们的一杯咖啡 你来了就给我们提神了 他这个名字是香港非常典型的一个男性的名字 最多的是嘎敏 没错 第二是咖啡 熟得不得了 看事情啊 我已经教你了 这是好男人的 人家这个找男生啊 这种名字就是正能量的 对 没错 我说就像看金瓶梅 对吧 你也知道 赢的人看到赢的部分 家是俗 可是是家庭嘛 有责任感 对 有那个价值观正确 三观正确 没错 听着都像是那个油麻地混蛋 文涛 都俗气 我跟你说 我们三个的名字 子东就是那个年代 一听 你知道我恨不得了 我觉得有几百万个叫文涛的 文涛 往往是1967年的生人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波涛 简称文涛 我们班长就叫文革 文革也得有几百万 都是这个那个年代 子东也是个那个年代的名字 香港有一个开饭店有名的人 叫梁文涛 就把你们两个的名字凑在一起 很胖很胖的 很胖 很荣华的 我们到他那个饭店 那个人叫梁文涛 我一看见他 就文涛跟文涛混在一起了 对 那个师傅 和合体 那师傅是个传奇 好胖好胖 有没有三百公顷 反正他演西游记的猪八戒 基本上不用化妆 不用造型就对 我去吃饭 我为什么不去了 有点对不起他师傅这样说 我就很怕他 因为他很好客 客人他认识他 他都走过来 可是一走过来 你就不敢吃他煮的东西 都会吃成这么胖 他会跟你说 你的声音不会肥 然后那个肉颤动颤动 不会肥 很可怕 可是名字无所谓 你年纪大了你可以改 我就取了自己名字 我取了这两年两年前 取了个新名字 叫油马十六郎 欲文我都会练 叫什么 你AV看多了是吧 油马 也姓马 十六郎 因为我那时候 哎呀你要骂我 我反正苏林长领了十六个 所以就叫油马十六郎 油马是神户附近最有名的一个温泉 油马温泉 所以我说的AV看多了吗 当然就是哎你为什么开始考虑年纪大了的问题啊 我早就考虑了 因为你今天才七十几 考虑十六了 我的身体状况像七十几 部门之位说我前两个 你身材这么好还 哎内在状况 我不门之位我前两个礼拜去检查 躺下边早上七点钟去医院 被他麻醉什么躺就睡着了 然后检查胃 我本来以为有问题的事情地方没有问题 胃啊 我总是觉得自己胃 感觉胃里面有个篮球一样 你知道吗 没事 可是呢 他顺便替我 查出来干了 哎呀 他顺便差不多了 他那个顺便 他没事干 可能你要检查胃太简单了 顺便替我检查职场 职场 那我醒来了 医生说 哎我反正闲着跟你看看你的肠 因为我太阴郡了 他忍不住摸一下我的肠道 而且先带你麻醉 对 一群人围着我 然后呢 我说 有什么事 他说有三颗肉 食肉 稀肉 稀肉 不是细肉 对 细肉 他说 马先生 那我看到了 马上也忍不住切掉了 我说 切掉了 怎么样 他说两颗小的 一颗大的 我说有多大 他说好像草莓一样大 吓死我 小鲜肉 小鲜肉 我说草莓还是西瓜都是草莓 紫色的地方 真的 他说像strawberry 我们叫草莓 食多贝雷 下午一看草莓有多大 我说是澳洲草莓 还是美国草莓 大小不一 他说基本上是澳洲草莓 比较大的那种 他说没关系 割了 割得很深 全割了 然后我把照片给我看 我没有看 我看得好恶心 好可怕 然后我说那什么意思 他说基本上假如 现在没发现 我说没处理了 你大概只有两年命 所以这两年要多少我来 突然 所以你现在就 接下来就五十年了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草莓已经没了 对 他说没草莓 基本上就看看 那定期检查 但是有痔疮了 无常 说得不太干净 但是医学上 病不能够分歧视 对吗 人的身体 病是平等的 不准歧视得性病的 对吗 然后呢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确实应该提醒 就咱们这个年龄 五十之后啊 徐老师你做过没有 我也没做过 但我准备去做 但是呢 我有点害怕 就是说呢 这个要检查直肠 就顺带着 你要有什么膝肉啊 就给你割了 因为这个还是体检啊 你知道就是全麻 就他们说很舒服的 就是睡着了 就跟睡觉一样 但实际上呢 该干的都都就都被干了 就是 那这个其实 很喜欢那个表情 很可怕 不 就有必要上岁数的 上岁数的 真的提醒大家 可以做做这个检查 我文涛说的对 我那个当时啊 除了觉得幸运 就是幸运嘛 就是那个还是幸运 那觉得说 可是也有懊恼 因为我五十多嘛 理论上在美国 四十五岁以上 要每年检查 在香港呢 是五十岁要检查 然后我就想说 哎 我为什么要脱呢 万一我张开眼睛 那个医生跟我说的是说 是像大的 像西瓜 不是那个草莓 那怎么办 这也不是西瓜了 对 橘子 柳丁这样 可以不讨论水果了嘛 所以那个 而且睡得很舒服 他一打下去 那个麻药 是我这两年来 睡舒服 最舒服的一个 一个觉 睡得睡 晕倒过去 基本上 主要是做这种检查 你觉得比较舒服 我最近对于你们讲 这个麻醉药 我前程有一个经验 对我来说 这个感触非常深 我动一个小手术 这个腿上呢 就打了麻醉 打了麻醉呢 做手术什么 都没什么值得提的 就是完了以后 到了 大概是到第二天吧 我从床上这个下来 我以为正常的是这么下来 结果没想到 就是觉得自己的腿 就像水一样 你能理解吗 就一条腿是有的 另外一条腿就是没的 就好像自己感觉 就是像 就完全没感觉的 软塌塌 就好像不是 软塌塌 这些都是有东西 就好像我的腿是水做的一样 哗一下就没 吓死我了 我以为我没 然后一看腿是在的 只是神经被麻醉了 我得出了一个感受 就是说皮囊真是没什么 最重要的是感觉系统神经 神经在 你才觉得你是腿啊 手啊身体 肌肉骨头 否则的话 没有神经 骨头肉都是nothing 什么都没有 一个人是这样 一个社会也是这样 但是 没了神经啊 但是你也可以进行文学的美化 你左腿还是贾宝玉 右腿可是林黛玉 女人啊 水做的骨肉 是不是 那讲到文学 那个我想都好喜欢一句话 马尔奎斯嘛 那百年孤 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的作者 他有个小说 里面反正有个主人翁 到了一个年龄 他讲一句话 他说 到我这个年龄呢 我清楚知道 我身体每个器官的位置 他说的真好 年轻一点的时候 哪个器官在哪里啊 根本不知道啊 是陌生 跟你是陌生 陌生 你根本不用去碰他嘛 都好好的嘛 到我这个年龄啊 那今年是通通肠 明年通通哪里 通通通通心 通通胃 所以这基本上清楚了 知道那个 像我最近胆 医生就说 有20颗石头在里面 真的啊 对啊 可是香港很好玩 他说原来那系统不一样 他说像美国呢 是看你有几颗 还有有多大 才决定割不割那个胆 他说香港英国的系统呢 刚相反 是说要看你的症状 不管大小多数量 假如你痛啊 痛到一个地步 才去割 所以那个 我清楚知道我的胆也进去 胆也进去 问题是20颗啊 哎呦 所以我睡觉 只能这样睡 不能这样这样睡 压着 好像也 好像我去酒吧玩 那个油骰子 这样子 我的朋友圈 我周围可是已经有两个作家 已经是武胆英雄了 你有可能是第三个吗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呢 这个一个是检查身体 当然检查身体呢 这已经是后边的环节了 你知道就是说很多老人的这个悲剧啊 在咱们父母身上就看得到啊 就是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 省吃俭用一辈子的钱 最后全花在了病床上 对吧 就是这个吧 所以呢 但是你同时你也会发现呢 老年人真爱活着 就是你看到公园里 那个这个这个路路上 这些锻炼身体的 哎 我有时候就能在他们身上 我就会感觉到 就是对生命啊 这种这种怎么说呢 这种热爱就是一定要锻炼的身体健康 杰克兰登那个小说 热爱生命 没错 老年人特别热爱生命 对吧 甚至他们是有组织的热爱生命 比如说现在这个大陆各地 有一些个暴走团 其中呢就有一些中老年人的成分 甚至是为主 但是最近呢 这个哎 有人把这个上升到路权的高度 最近山东临沪 你知道有暴走团 但这个暴走团呢 出事了 出了车祸 一个出租车 一死二伤 就这个因为暴走团呢 他走到了机动车道上 但当然他们也是有理由的 比如说这个人行道上正有工程 于是呢 他们就走到了人行道上 走到机动车道 对对对 走到机动车道 然后一辆这个第一次 听说还是个女司机 撞的这个一死二伤 所以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我下边给你看这段视频呢 开头是他们熊啾啾气昂昂 但是最后这个镜头 就是那个暴走团 在出车祸之前的一幕 你可以看看 我下边的一幕 他怎么就这么开上去 他看得到前面这么多人的 这个 他就正面这样开上去 这个司机也真奇怪了 听说也是要负责任的 你别看是因为在机动车道上 当然要负责任 他不是插道或者躲避不及 之类的 就前面有一大堆的人在走 你车就这么开上去 作为司机 他就觉得你应该让给我 他也不可能 你这么高的速度 人家来得及让吗 他就觉得 就算车跟人之间 人跟人之间也是 我经常还不太习惯 走在一些城市的路上 大家不会让的 迎面基本上就是撞 这个逻辑好像是就是说 要嘛就是你撞开我 要嘛就是我撞开你 而且理论上 好像对方会感觉说 你就应该让给我 我走在很多很多内地的城市 我都是这种感觉的 现在只不过更离谱 是说你要撞 而且他就觉得 我们要走开 我还以为是逆向和插道之类 他这样同向 人家在前面走 这司机肯定负责任 不过这个暴走团怎么来的 什么时候的历史 这怎么 那你大妈广场舞 你能理解吧 对 那走路是一种运动 你能理解吗 但是大家喜欢这个成一个集体俱乐部 这是一种暴走 就跟那个叫跑 台湾叫什么跑 酷跑 酷跑一样 它就是一种运动方式 但是你也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很多人运动 喜欢这个成群节 喜欢有组织 是不是有组织就能更能够带动 我们集体主义的国家 这是我们的美德 而且你知道男女还有不同吗 在这个健身房里 经常是什么 你会发现 这真的是 女的比较喜欢 就是有个教练带着 一起 但是你观察那个男的 往往倾向于 咱就从概率上讲 男的倾向于自个儿练自个儿的 女的喜欢凑堆 你看就反映女性比较合群 女的更喜欢跟着一个教练 他比较好 男的单独适合于进攻 独狼 那个女的成群是善于防守 但是刚才我们山东林仪的 穿着那个反光条 拿着荧光棒 胸啾啾 这个要做出一个社会协调了 这个呢 你不能否认它作为一种体育锻炼的一种形式 但是你这个社会要做出一定的记忆 那就是有反应 比方说某些时段 某些路段就要开放给他们 他们要事先申请 我墨西哥城啊 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中间有一条大道就像长安街这样 从最重要的建筑贯通的 礼拜天不准开车 整条路很长的 我忘了十几二十公里 从私中心的广场 然后整条大道上面 骑自行车的 这个走路的 跑步的 各种各样老人小孩什么 整个大道很快 你能想象一下北京的长安街 礼拜天 全封 全部给行人 全部给滑板车 各种各样的车 多么狂欢啊 这个你想象一下这个场面 礼拜天车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封掉 大家走别的路去 墨西哥城就这样做的 深得市民的称赞 深得市民的称赞 香港这几年开始一个事情 就是说每一个月 好像有一两天在哪里 在中环的电车路那边 你想象 那个电车路平常人来人往 礼拜六礼拜天还是这样 他就把它封住那边 然后大家在那边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当然不能闹事 不能做买卖 你在那边做一个画画唱歌 这是把城市还给人民 可是你说到这个马路 什么危险 我突然联想到前几天 香港一个事情 我觉得无常 因为我们前面也谈到 什么健康生命 有一对香港夫妻去台北 不晓得为什么 我还没看到具体的 是说那个女的 那个丈夫三十来岁 带她太太去台北 看医生看妇科 不晓得为什么跑去看妇科 而且是当天来回的 早上飞机去 十点钟降落 准备晚上看完医生 晚上飞机回来 去台北医疗 可能不晓得是身体医疗 还是整形 然后出飞机场 坐出租车 车祸 一撞 四辆车 一直撞 死了一个人 就是那个香港的妇人 整个头皮 牵起来十公分 就那个女的要去看病 对 要去看病 我觉得太诡异了吧 这生命中假 生命里面 假如我们从怪力乱神的角度看 对 你去看医生 为了健康 结果你去送命 送死 送葬 那太可怕了 前两天的新闻 其实 怎么你明明是想去保护你的 延长你的生命 保护你健康 结果 你死在那边 所以无常 所以结论是说 徐老师赶快去教一下你的常 无常 无常 只是大常无常 从我们个人的健康 这个肯定了无常 但是这个暴走团这个事情 那么人家现在是什么的态度 大家是一个是批评他们呢 还是 不是 这个里边啊 就引起中国社会固有的一些个争议 两代人之间的争议 比如说 有一种人就是说 呼吁对我们对中老年人 包括广场舞 我们对他们要宽容 但是另一派声音就说了 对这帮老年人呢 说宽容不等于纵容 就是他们的经常表现出没礼貌 比如说这个 也有时传出一些新闻 一个老大爷在飞机 在那个车上 飞让一个女孩子让坐 不让坐 就坐着女孩子大腿上 不是 前两年不是还发生过那种争论 说什么 坏人变老了 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也有一些老年人吧 唯老不尊 包括咱们也讲到那个篮球场 公共篮球场 对对对 你那些中老年人 你哪儿跳 广场舞 孩子们要打篮球 这发生这个争执 现在的确啊 是有一个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 就是互相啊 谁都不让谁的社会 其实说白了 就比如说 讲说 试看今日之道路 竟是谁家之天下 这就涉及到这个路是谁的 比如说 人行道 现在你看 还有那个共享单车 哎 马路上又切出一个窄窄的 人行 这个自行车道 自行车道 然后就是 机动车道 好 首先呢 这个分配 是否合理 你比如我记得 我老记得 我有一次去台北拍节目 跟着那个哪儿啊 台中的一个官员 跟我一起走 我们俩呢 走在这个马路旁边的人行道上 结果呢 有时候就走巧了 逛了一下 我们俩撞了一下 他随口就说一句 他说 哎呀 这个人行道设计的不友善 我说第一次听到 一个台湾的一个官员 他会把这个人行道 他那意思就太窄了 能让行人这么撞在一起 就你这个就不人性 不友善 你应该让至少两个人 能够这么在这散步 你看这里边 有一种对人的 这么一种观念 就在里头 那个我印象最深的是 哥本哈根 我说过嘛 丹麦是全世界骑自行车 最美丽 最友善的地方 真的是 丹麦 尤其是这个城市 他这个路啊 车路 自行车路跟人行路 就分配的比较 自行车路也比较宽 我一不小心 站在那个自行车路上 那个骑自行车过来的人 就对你很不友善了 因为你赞助了 他们这个道路 他们那个 我后来回来以后 我还跟我们学校 一个同事 他是丹麦人 我跟他说 你们这个城市 那个 那个自行车 他说专门有个网站 拍哥本哈根 骑车的女孩子 他们的骑车的 他们的衣服啊 他们骑车 不是说普通的衣服 他们有些衣服 就非得骑车才好看 对 还是这样 变出了一种文化 那中国呢 现在这个 开始设计 家伙也可以看看这个 不要老看那些 早就看 他在我的 我的最爱的名单上面 还需要你提醒吗 去广告去广告 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友善啊 当然你可以归结原因 你说中国到底是 城市管理水平低呢 还是说这个公民素质低呢 反正有这个话 就是天天讲月月 讲年年讲 没有什么改变 你也能看得到 就是谁都不让谁 你就守善之都 你就北京开车 对吧 拿着两个人 两个车 为什么老发生车祸 为什么老堵车 我在北京多次的 就说我就觉得 这个国家 或者说这个社会的人 哎 我自己都盖莫能外 竟然形成这样一种习惯 前半的车要 要并到这个道上 打转向灯的时候 他本能的动作是踩油门 蹭一下 你知道因为这个 在美国就有一个华人 造成过一起这个 这个车祸吗 就是因为美国人的规矩 他们两个人是这么走 然后这个美国人 看到他那边是个红灯 美国这是绿灯 于是美国人的想法是 我快过去 因为他肯定要停的 这起车祸是怎么发生的 就这个华人 这个美国人想加快油门 快过去 给他腾出来 结果没想到 他光一下 他完全没有停的意识 所以我就觉得又联想到 这个有眼睛的你都看得见 就说自行车和行人 咱们不说别的体制上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这个民族不友善 人跟人 怎么那么 你从这个车的关系 你就知道 那很明显你不礼貌 就很明显我对你 我对你没有什么好意 真的 只敢两个原因造成的 这个开车的这个习惯 第一个呢 犯规不可耻 光荣 比方说什么灯过去 能过不能过 比方说前面是一个黄灯 你可以刹车 可以抢冲 你抢冲过去 旁边坐的 假如说你旁边坐了个貌美如花的 夸你 要是你急刹车 他还怪你 熊了 这种都怪你 你拿收张票目 可以把你撩出来 有啥道理 对不对 正好相反 你换一个地方 人家可能有的 就是说你刹车来鼓励你 我觉得以犯规为荣 这是一个心理 第二个还有就是 实际证明 你越让越吃亏 你在一个线上 你打灯 你要并线进去 你文明的等吧 没个人让你的 对就是这样 杀杀杀杀 你等了很久了 后面的人打你喇叭了 就是说 但是你第一次这么等 第二次这么等 后来你就发现 我非得重 对不对 那以后成习惯了 渐渐的生活上 从什么升职称啊 佳人工啊 分房子啊 升官啊 拿文凭啊 到小小的单位里 到过年分肥皂票啊 什么什么 所有的东西都是 你抢到一步是一步 所以叫争先 恐后 生怕落后 对 对吧 因为他有现实上面的 经验 经验跟压力嘛 更很重要啊 你慢了 你让了 后面会扒你啊 对 而且你变成 结果是什么 你慢了 你让了 变成一个危险的事情 对 后面会会会会 会骂你 甚至下来打你 甚至撞你 什么 当你要保护自己 你就不能让 但是家伙 你看啊 我就觉得说 香港人有秩序吧 我觉得香港人 也不是很友善 就是比 香港最近打哪怕的多了 就是就比如说 机动车让行人啊 或者是这个 当然比内地的 好 好得多香港啊 算是守规矩的 但是比起我在美国 英国看到的 我觉得香港人 有时候也不让 那当然 这什么地方 都有什么人 我最近 又去了日本 每次去日本 都租车开 我非常失望 传说中的日本人 守规矩 守个屁啊 几辆车来 擦我的车 擦我